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云雾在高楼之间流动 如湿如化 很像那个神仙的云 很神奇 蛮漂亮的 云海通常出现在高海拔地区千变万化令人赞叹 竟然市区也出现类似景象 26号清晨当时台中市大约19度 稍有寒意 水气充足 受到地表辐射冷却作用 靠近地面的空气凝结成水滴 所以产生雾气 这个季节比较容易产生这种辐射物 高度它不会太高 因为它整个受地面那个冷热交替的影响 所以产生水气凝结 所以整个从上面看来就很像云海 冷热空气相遇碰撞出自然美 美景短暂 温度升高便消失无踪 气象站提醒各地晴朗稳定的天气维持到周五 周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降雨几率会明显增加 大海新闻国内 欧阳光辉 台中报道 医药话题 预防癌症提早治疗 定期筛减一定要做 台湾癌症基金会到高雄举办了宣导活动 现身说法更能说服人 一名乳癌患者就分享他的经历 在舞台上勇敢秀自己 叶丽月很有自信 他说还好当初有做癌症筛减 让他生活得更有品质 一假如发现有问题的话提早治疗 根本都没事 我已经14年了 我还活得很好 我的生活品质更好 比以前更懂得怎么样爱护自己 怎么过我的生活 那假如说你没有筛选的话 你万一到后期发现 那品质就很差 本来就有定期检查的习惯 但因为三年忙碌而疏忽了 叶丽月发现癌细胞立即接手治疗 十多年来反而生活得更健康 台湾在一直在上升的 就是发生率一直在上升的就是乳癌 特别这个乳癌的发生率 在这个都会区特别明显 那台北市高雄市都是一样 他们都分在我们这个全台湾 这个乳癌发生率的第一名跟第二名 那我们也发现他们的筛选事实上都不足了 根据卫福部统计的数据 癌症连续37年来都是国人死因第一名 二性肿瘤还是高雄十大死因的首位 医生直指逃避筛检是主要原因 在高雄现在是第一位 肛癌还是持续是第一名 这代表一定还有一些 应该做筛检的需要早期发现的肛癌 在这边并没有被早期发现 都会趋反而筛检率低 代表民众预防观念不足 要杜绝癌症 不能自我感觉良好回避检查 搭配运动饮食及早发现治疗 才能健康生活 大新闻中的上述高雄报道 国际间水患平船 中东的伊朗连日大雨 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陷入严重水灾 造成了至少19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当地政府已经派出救难队伍 动员2500艘船 只要救出受困民众 洪水像猛兽一样席卷而来 抓着电线杆紧急等待救援的民众 就这样瞬间被冲走 浪头越来越高 淹没许多车顶 伊朗连日大雨不断 全国31个省份中 就有26省发生严重水灾 尤其是西部和西南地区 伤亡情形多出现在 南部法尔斯省的希拉兹市 根据当地媒体表示 大部分死者就在拍摄 淹水影片时遇险 住在河边或大坝附近的居民 紧急撤离 离海沿岸 北边的马赞德兰省 和格列斯坦省 有270个城镇受到搏击 影响当地5万6千人 现在正逢伊朗新年期间 虽然许多搜救单位都在休假 但现在政府紧急取消假期 宣布进入戒备状态 动员军队和直升机救灾 运送物资 当地气象局警告 到周三之前 恐怕还会出现大雨 首都德黑兰 和南部湖西斯坦省 可能也会出现洪灾 提醒民众赶紧做好防灾准备 大海新闻 郑宇轩编译 至于一带气旋 袭击东非三国 今天来关系莫三比克的处境 重灾区贝拉市 这个正在发放工作 持续地进行 其中邻近的布齐区 正在物资到位 稍解燃眉之急 家园惨破不堪 脏乱的环境 让灾民生活更加困难 一带气旋很早过后 莫三比克 临近贝拉市的布齐区 缺少粮食和收容中心 终于在当地时间星期一 包括大米以及小麦等物资 由直升机送底灾区 由于有太多灾民需要援助 缓不积极 恐怕没那么快 缓解现在物资不足的窘境 因此救援机构 用船只撤离 偏乡居民到贝拉市 目前莫三比克 约有十二万八千人 住在收容中心 拥挤脏乱的环境 恐会让祸乱疟疾等疾病问题 更加恶化 国际组织也加紧脚步 提供灾民干净饮用水和食物 避免水没传染疾病 进一步扩大 大爱新闻杨情编译 中国大陆青海玉树 遭逢十年来最严重的雪灾 结合青海及四川的 慈离志工团队 昨天和今天展开震灾援助 发放在海拔 4400公尺高的高原 为缺粮的牧民带来物资 两天发放 总共能够帮助 2400多户牧民 清晨的玉树 气温零下25度 牧民早早就等候 在发放现场 青海雪灾之后 慈禧是第一个 把爱送进高原的民间团体 牧民献上哈达表示感谢 谢谢啊 谢谢啊 真的谢谢 谢谢 谢谢 祝福你啊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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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拔4400多公尺的高原上 志工与牧民 尽管语言不通 但爱的传递何须言语 一个笑 一个鞠躬 胜过千言万语 这是一个生活包 谢谢啊 祝大家过一个 把这个寒冬都过去 谢谢啊 聚工这一次发放的物资 有青柯炒面 面粉 福茶 菜籽油 盐和糖 两场发放将可帮助到2433户牧民 你们给我们东西吧 吃的 这样感谢你们啊 真的感谢 爷爷你真好 知道我的手很冷 帮我暖手 谢谢 祝福你啊 74岁的八甲爷爷 1996年血灾时 就曾领过刺激送来的物资 没想到时隔23年 再度收到爱的礼物 志工与爷爷画起了当年 还送上一本介绍 子迹与上人的书 爷爷顶在头上 表示尊敬 23年以后又看见你们了 他们感觉特别的特别的感恩 心里特别的激动 受到这些物资 他们会天天祈祷 天天念进 祈祷慈激人平安健康幸福 阔别23年 慈激人与青海牧民的园 再度因血而迁起 这份暖 这份爱的温度 相信能抵御纷飞的大雪 大新闻 青海报道 好 今天慈激志工 持续进行第二天的援助工作 当地的天气看到了 同样也是大雪纷飞 我们的记录团队 夜平和边境 来自于现场的报道 我们现在位于青海玉树海拔4400米以上的物资发放现场 现在的室外气温是零下14度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在飘着雪 而且雪越下越大 今天早上 志工9点钟来到物资发放现场 许多牧民已经来到这儿 等待着领取物资回家 今天我们预计为 文厕 嘎青 普桑 红旗 四个地区发放 而很多的牧民也已经来到这儿 等候领取物资 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 志工不仅为乡亲们送上一杯温暖的热水及点心 还帮助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领取物资 亲自将物资送上车 让老人觉得心里面倍感温暖 很多的牧民都一直用藏语跟志工说着 谢谢 我们是一家人 这两天的时间里 志工预计为2000多户 8200多人进行物资发放 好 大雪纷飞下 这是爱的温度 而从大陆青海雪灾到东飞三国水灌 慈力志工克服困难 展开勘灾赈灾行动 今天志工早会 正上人感恩这一群使命必达的志工 做到了菩萨心 菩萨行很不简单 看看 人间人间真是无常事多 百态人生啊 灵灵种种说不完的人生变动 很难意料的一生中会变成怎么样的人生 但是可以看到啦 气候大变前 极端的异常 所以啦 看见啦 大水灾 洪灾破坏啦 造成啦 灰州三个国家 这将近十多天来 真的是心灾啊 很折磨的挂念的 无奈的 当然啦 也有呢 在大陆里 前一阵子的血 造成了灾难 在青海 更高的高山上 慈祭人啊 救灾看灾 那样的菩萨心啊 菩萨行 他们一定要做到 做到了菩萨疼惜众生 用很真诚的心去付出 对我来说 向了这一群菩萨 我尊敬的无体陀地 马来西亚山达根 这场大火地点特别在水上木屋区 火势迅速蔓延下 烧毁了39间房子 受灾居民只能暂时住在社区礼堂 而追着脚步来的是慈祭志工 大火过后 马来西亚山达根 甘榜亚裔现场一片狼藉 由于多数房子 都会住超过一户家庭 大火导致74户家庭 只能暂住在社区礼堂 在家庭上的第一个人 由于家庭的封锅 由于家庭的封锅 在家庭上的封锅 需要的工具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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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季前往慰问受灾乡亲 向福利部领取受灾名单后 随即发放毛毯和慰问津 发放现场志工带动祈祷 乡亲在祈祷声中感触涌上心头 甘榜亚裔的房子是高脚木板屋 每每传出火警 常因为火速迅速蔓延 导致居民损失惨重 此季仍安定灾民的心 在他们重建家园时 也给予陪伴与关怀 大约新闻真善美职工谢秀华 马来西亚报导 看看这辆车是环保职工接送车 这是慈祭职工陈于林 希望能带动年长者参与做环保 特地变身成为环保接送车驾驶 出人也出车 星期二早上卡布新村慈祭环保站 看得到老人家的身影 陈玉玲一大早就到社区去载送 细心陪伴 与关怀如同照顾自家的长者 精华老菩萨这次是第二次来参加 感觉时间过得快又有趣 环保站 人期望让人家多来走动 身体更健康 地球也更清静 达安新闻左翼 益山印尼报导 此季持续在菲律宾的宝和岛住学 帮助清寒学子课业不中断 今年有将近80位的应届毕业生 即将踏入职场 为他们注入记强心针 志工特别开课 邀请了在地年轻有为的企业家 分享成功秘诀 此季菲律宾宝和岛住学 许多人重拾原始奢求的梦想 应届毕业生也在人文课 分享心路里程 除了邀请青年企业家 畅谈职涯规划与成功秘诀 也有进入职场的昔日助学生 给予中肯建议 这场将近80位社会新鲜人 心有所获 从学校到职场有方向一循 待新闻格连达 明雪儿菲律宾报导 弘扬佛法歌仔戏 结合佛典故事 大一台推出高三传 今天一群法师参访 慈禁人文职业中心 聆听了制作团队的幕后花絮分享 我们表达方式可以利用现在科技各方面种种 因为我们现在受过教育是科技 科学 医学 但用这种方式表达 尤其知识分子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 所以我觉得佛法不管是怎么变化 还是需要有人去推动 欣赏高三传精彩片段 在由编剧分享创作过程中 如何让自己法喜充满 将传统与科技做结合 重现佛教经典故事 让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可以接受 这些做法都获得法师们的肯定 宝宝有状况 父母总是格外的担心 一名母亲帮才刚出生五天的新生儿 喂奶时突然发现 婴儿口腔里有一个破洞 以为是肠病毒 立刻送医 诊断后才发现 是宝宝吸奶嘴太用力摸出洞来 医师表示 如果没有发烧活动力下降 或者是因为口不好等问题 应该就可以初步排除 肠病毒的可能 新生儿口腔里竟然出现破洞 紧张的新手妈妈以为是肠病毒 立刻带到医院 结果是虚惊一场 原来是宝宝吸奶嘴时 吸力太大造成 除了嘴巴有水泡 有一个溃疡 没有任何症状 活力好 吃得好 没有发烧 然后问他的接触时 不管产情妈妈 或是产后小孩子 也都没有接受肠病毒 新生儿肠病毒 重症几率以及死亡率 都比较高 但大部分没有明显症状 比较少有口腔 水泡溃疡 以及手掌脚掌 水泡等症状 也要出于其他可能的原因 有口疮或是一些病毒感染 甚至不小心 有义务去吃到喉咙 都有可能 医师提醒有些宝宝吸奶嘴时 叫用力导致口腔破皮 可以停止使用奶嘴 或直递较软的奶嘴 而这名已经生过 四个孩子的妈妈经验丰富 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干净 常洗手 然后自己的手也不要脏 这要洗过手才可以摸它 此外成人家属得到肠病毒 大部分因为没有症状 而忽略掉接触事 使得新生儿肠病毒不易诊断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大爱新闻 黄正明 林新宏 台中报道 而这也要好好诊断 肌肉无力 麻痹 或是自律神经失调 出现这些症状 可能是罹患了周边神经病变 像是曾经有外伤 退化性疾病 或者长期姿势不良的民众 都是危险族群 不过因为肌肉组织没有受伤 不容易找到疼痛感 现在医师使用了超音波 明确找到痛点 再结合中医针灸 对症下针 只有像中风一样 揪起来 头歪歪的 手没有办法 就是要用这只手 用叉子 或是用汤匙吃饭 三年前 邱小姐发生车祸 肩颈部疼痛 肌肉无力 直接麻木成了日常 到处寻找原因后 才发现是周边神经病变 初步是判断 它颈椎应该是受到一个 叫做灰边式的损伤 那这种灰边式损伤 其实大部分 它会恢复到一定的程度 但是少数会产生 像它这样的一个 就是胶感神经症状的一个情况 面对这种状况 一般可以调整生活 附件 服用药物 或是手术来治疗 而邱小姐 虽然属于严重的个案 但她接受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治疗方式 用超音波找到肿胀神经 再利用针灸 对症下针 主要是模拟 那个西医的神经跟阻断 因为他们在神经跟阻断的时候 也会采取超音波 去定位他们的颈部神经结 病床上很多病人很未针 有时候会针到神经 病人的感觉会很不舒服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要治疗的是受到压迫的神经 就等于说把它的沾黏清楚 而不是直接去刺神经 医师表示神经受到压迫 甚至断裂的患者 因为肌肉组织没有受到伤害 所以透过核磁共振 也难找到病因 改用超音波 就可以精准找到肌肉 神经受损的部位 再加上针灸 可以有效修复神经 缓解症状 大家新闻 林地巡好 台北报道 如何了解青少年找到爱的连结点 这是父母很重要的一堂课 以2017年来说 国人十大死因中 自杀仍然居青少年族群的第二大死因 近期就传出了有国中生 因为不满夫妻没收他的主机 而跳楼身亡的不幸事件 张化一位国三生 因考试将近 被父亲发现还在打电动 没收主机后 少年一气之下 从三楼纵身一跳 送一抢救人不幸身亡 而光是去年 青少年自杀通报就超过六千人 林床上看到太多个案了 因为爸爸妈妈恨得不成钢 就要跟训施教育 其实原来就有沟通的问题 但是为了抢他的手机 抢手机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对青少年来讲 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许多家庭缺乏两性沟通互动 孩子只好透过其他管道来宣泄 但要是没有适当抒发情绪 反而会衍生负面想法 根据2018年青少年自杀通报调查 犹豫倾向或犹豫症 就占了41.3 感情困扰和家庭沟通也是原因 青少年他在学习自我独立的能力 所以其实他是比较不适合 而直接告诉他怎么做 而是采用有朋友的姿态 跟他沟通 跟他讨论在周边的人的肯定之下来成长 年轻人正值在情绪风暴的年纪 在寻求依赖到独立的过程 难免会有不当的行为 除了陪伴沟通 也可透过自我评测 了解心理健康状况 带来新闻 范秀仪登映中台北报导 保障机车歧视安全 台南市警察局加强取缔 没有的安全帽 依法开单处罚之外 居然还提供了安全帽借用 这背后可是一番的暖心及苦心 遇到蓝查再多的理由已经太迟 警察开单并加强宣导 竟然还出借安全帽 上头写着平安帽 先戴上去看看 不错啦 后来我就会记得要记得就对了 平安帽的目的就是 让他能够在取缔完了以后 他能够戴着我们的安全帽 也能够保护他的安全 不是有戴帽子就能保护头部 必须要是CNS合格机车专用 并且帽带扣紧 不摇晃不折笔视线 当局局为戴安全帽 这一周来 总共取缔了450多件 机车的事故里面 就是相关的人员 他如果不戴安全帽 他的致死率的部分是有高达8成 市警局统计把安全帽戴好 可以提升安全7.9倍 出击安全帽贴心举动 让民众心温暖了 也明白远景用心 懂得自我保护 大家讯闻 我们看一张真正品平台的报道 大一台观众感恩您的收看 大一台观众请持续锁定 稍后的午餐会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台午餐会 今天带您认识这一群好特别的妈妈 就是大爱妈妈 她们为教育付出心力 深入校园推动静思语教学 这一群的志工平时是如何精进呢 高雄静思堂正在进行大爱妈妈的成长课程 现场情况如何 连线给记者陈一珍 陈立伟 一珍请说 好 主播 现在高雄静思堂呢 在今天上午举办了一场非常特别 而且热闹的活动就是 高雄区的大爱妈妈的成长课程 而这个课程呢 其实主要是由4到6月开始来进行 但是现在3月底就先抢先来暖身 那主要是为了迎接去年 由大爱妈妈的身份 多了一个新身份的新受证的委员 为了迎接这些委员 他们特别举办这样的温馨的活动 不过这个新受证的委员呢 当然是要先感恩一下资深的志工的带领 我们来看看稍早的画面 我们来接受我们这份爱美如我们拥抱 好的光秘先生您可以看到志工 向这个慈祭的资深志工来进行献花 并且彼此深深的一个拥抱 因为多年来这群资深的志工 非常用心的带领大爱妈妈 并且呢安排了相当多的课程 让大爱妈妈可以在当中精进成长 这群志工呢其实非常的用心的陪伴 因此呢每年都培育出相当多的志工来进行受证 而且呢这一场活动里面 新受证的志工也接受他们的资深志工的奉查 这主要的意义也是祝福他们在接下来的慈祭录 能够更精进更奉献付出 不过呢从大爱妈妈要走入真正的受证的慈祭委员 其实真的不容易 像很多的大爱妈妈他们要兼顾他们的家庭 兼顾他们的工作还要找时间出来付出 家人有时候呢不够支持的时候呢 付出的新受证委员心里面难免 偶尔会有一些波动 就像我们的去年新受证的委员吴慧珍 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我觉得就是说师父所讲的让我知道说 原来我的心真的是缺乏了一个柔软心 对就是缺乏那么一颗柔软心 当不是说认为任何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 对那我们要心里柔软了 然后对于对家人的那个态度也会不一样 后来先生有更支持你了 有啊我发现我先生改变的比我还要多 对 只是你的态度得先转变 对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其实就一个人的改变 其实可以改变整个家庭 而这场大爱妈妈的共修课程 其实不只是共修的课程心灵的成长 其实因为现在在国际之间也发生了一些灾难 像是非洲这些呢就发生了强烈的气旋 造成相当多人的伤亡 所以呢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大爱妈妈共修课程里面的所有的成员 也都在现场聚集了 希望能够为整个国际灾灾来尽一分心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状况 好的您可以看到在现场相当多志工是排成了队伍 他们也都希望呢来进行一个祈祷 为整个国际之间的灾难祈祷 希望能够国际灾难可以减少 其实这一场国际灾难也是给大家带来相当多的震撼 所以呢这些大爱妈妈成长班的这些成员 纷纷是投下了竹筒 希望能够为他们祝福 而这一场的这个大爱妈妈的课程 其实早就已经规划好了 也可以来听听看 其实在我们高雄 这个大爱妈妈的课程 其实已经进行相当久 来听听我们那个师姐 景娟师姐 来请您再过来一点 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其实在高雄的大爱妈妈大约多久了呢 高雄的大爱妈妈从民国91年开始到现在 所以事实上已经十几年 将近快20年了 那这20年当中事实上也培育了很多的委员 所以也很多的大爱妈妈她本来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那经由很多大爱妈课程 那她觉得生命有了深度跟价值 那事实上这些大爱妈妈成员有很多都是贵妇 那也很多是家庭主妇 或者是说她并没有在上班 那每天可能就是逛街啦逛百货公司啦 然后每天就是为了他们家的孩子烦恼 为了老公怕外遇跟公婆不合 所以参加了大爱妈妈之后 学习了如何跟孩子对待 然后学习了静思怡的教学 然后知道从故事理念当中 还有上人的佛法的分享 那这些大爱妈妈她心里去感受到说 唯有佛法才有办法 那大家学了静思怡故事之后 到校园去当志工妈妈 将实际很好的人文 实际的静思怡故事 去跟孩子分享 所以这群大爱妈妈其实在校园也是 这群大爱妈妈在校园 其实也是老师们接引到实际的桥梁 他们就是也要让老师们更深入静思怡教学 然后自偶原的摇览这样 那其实大爱妈妈的课程 主要都是有哪些内容 大爱妈妈课程事实上 因为是实际的大爱妈妈 所以跟一般的志工妈妈体质是不一样 我们会有四大八法的认识 所以就像今天的课程 我们是个迎新委 那除了迎新委之后 我们也知道现在国际间有很多的灾难 所以我们藉由迎新委的课程之外呢 我们也启动了慕心慕款慕爱 让大家将爱又散播出去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是有福气的人 我们要知乎习乎再造 那么透过师姐的解说 我们也可以了解 其实这一些大爱妈妈 原本都是守住了家庭 或许守住了还有自己的事业 但是为了整个校园以及社区 他们都很愿意站出来继续付出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状况 将镜头交换棚内 好的 谢谢宜贞和立伟 但是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刚看到画面里头 有一些大爱妈妈是白发苍苍的志工 我知道说这个大爱妈妈 其实身份或许是有些家庭主妇 有些贵妇 不同的人生方向都走到同一条路来 那参加大爱妈妈 有没有任何资格上 或者是年龄上的限制呢 阿嬷级也可以来吗 当然也是可以的 其实大爱妈妈的身份 其实不限制一定又就是要有小孩 只要有这份热忱 愿意为了校园以及禁私语的推动 来做努力呢 其实都是可以来参加大爱妈妈的 好的 谢谢高雄的连线报道 看到大爱妈妈真的是问了别人的孩子 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都希望能够为社会培育良才 也感恩大爱妈妈在各个校园的付出 也谢谢高雄的连线报道 继续关心的就是家庭暴力的问题 继续是爱的报报专题 其实呢 家庭暴力所带来的创伤是长远的 不但会影响人格发展 也会在世代之间形成心灵学 所谓的代歼传递 如何才能够终止暴力 我们的记者徐斐丽 与国伟深入探讨 毕生的努力与成就 就是为了向世报的双亲 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是年纪六旬的大龄 他的人生课题 也是许多家暴受害者的议题 我的父亲在人生三个关卡 第一个他生重病 开刀 第二个他的工厂面临危机 第三个他临终的时候 在这个三个关卡的时候 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回来了 我也让他知道说 其实我是一个很有实力 很有能力 很有价值的一个女儿 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要跟我说谢谢 所以他跟我说谢谢 跟我道歉的时候 但是来自原生家庭的痛和责任 依旧让他面临漫长的心理治疗 面对你妈妈给你的这些 目前的处境 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以前我会很心疼的 我会很舍不得的 我也会跟着他配上 可是现在我不会 我只是会决然无奈 伤疤就是伤疤 痛就是痛 这个不可能痊愈的 你要忘掉 因为人都是有记忆的 而且当你再去看到别人 跟我们曾经得过的那个暴力的经验 一样的时候 你一定会回来的 不可能忘记 但这个伤疤呢 你就是不要去碰他 就是让他沉淀 根据心理师的分析 家暴受害者 往往会有两种极端的人格发展 他很有可能会拷贝暴力模式 向外寻找更弱势的人或动物施暴 或者是向内退缩 发展自卑 冷漠 疏离 甚至是自残等负面特质 而这些情况都需要长期疗愈 他们把他们的暴力跟愤怒去讲出来 有的时候光讲出来就有很大的疗愈的效果 因为发现原来我可以 原来我的人生是可以 我只有说 而我不会真的变成像我父母一样的人 先让自己放松 去了知它 去觉察它 更好我们的呼吸 更好我们的腹部 具有心理师执照的大会法师 正在带领以疗愈家暴为主题的团体课程 它使用的方式是结合正念禅修与家族排列 在心理学这个治疗里面 就是看到有一些个人的议题 其实不单单是个人的议题 从排列里面会看到跟家族的系统 有非常深远的一些连结 如果这些议题没有被看到 或被去化解的话 这些家庭的复制会一代一代的复制下去 刚刚你有提到杀生 是你们加油这方面的议题吗 因为我们家族这边是属于 我直接讲吗 可以直接讲吗 就是讲去比较直白 妻子祖国家庭暴力 婚姻不幸福 我觉得没有人会喜欢过这样的生活 追溯源头 可能跟他的军人外公在国共内战时 参与杀戮有关 心灵的创伤迫使外公对妻女暴力相向 我只知道他为什么要虐待我们家 虐待我妈妈虐待我们姐妹这样子 而且他这样的对我们 所以真正疗愈的话 要看 第一个就是取决于说 他自己本身是不是真的愿意去看见 负起自己的责任 我们也带入一些正念的观念 正念的觉察 觉察能力越强的人 他会知道 当他生起这些情绪感受想法的时候 他身心也会产生很大的震荡 所以他也不会再去伤害人 我把自己疗愈好了 我妈妈跟我关系好了 跟我爸爸和解人 我可以把我这辈子 也是工作之余奉献的一个世界 对自己要变世界比较好 在真实的故事里 看见自己的投射 治疗的路或许漫潮 但永远不孤单 其他的国际焦点 跨国航班飞错地方真的很乌龙 一架原定从英国伦敦飞往德国的英国航空班机 竟然飞往了苏格兰爱丁堡 原本期待映入眼帘的是德国杜赛道夫的景观 没想到看到的却是爱丁堡机场招牌 会发生如此荒谬的错误 是因为英航把这航线的业务外包出去 成租公司搞错了飞航计划 以至于这次航班的机长和服务员 真的以为自己要飞往爱丁堡 还好停留两个小时后 飞机终于飞往该去的目的地 至于这一头大象也出现在他不该出现的地方 这是大陆云南出现了亚洲向逛大街的奇景 一头公项闯入了西双版纳自治区的一个人口密集区 破坏了九辆车 还好没有人员受伤 当地大象监测人员也首次使用了无人机 拍到了整个过程 这头大象在大街上悠游漫步 但是附近的人车则是吓得退到远远的 他在市区晃了半个多小时才慢慢的离开 监测人员推测他可能处于发情期 疑似是受到了其他工项的排挤 因此情绪低落走到市区来 美国这位阿嬷则是超厉害的 他84岁了热爱各项运动 不管是撑竿跳还是跨栏 他都非常的擅长 今年还要再度参加世界先进室内田径锦标赛 而他不受限于年纪勇于挑战 也借着运动找到了一生的兴趣 不管是助跑 撑竿一跳还是跨栏丢千球 伸手矫健 样样运动都难不倒他 但你能想象他今年竟然已经高龄84岁 纯神贯注跟着教练指示 住在美国东岸佛蒙特州的麦勒 不同于许多年纪大的阿嬷 他的兴趣不受到身体退化所局限 热爱各种运动项目 而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撑竿跳 今年迈乐甚至要参加世界先进室内田径锦标赛 包括800公尺赛程 60公尺跨篮 跳远 撑竿跳和现代舞相等项目 为期8天的赛程选手年龄都是35岁以上的人 而麦勒早在4年前就打破这个锦标赛 撑竿跳80岁年龄组的记录 麦勒从小就是体育健将 读书时期是篮球好手 也曾参加过啦啦队 就是这样喜欢挑战的精神 让他不仅活得健康开心 更找到生活的目标 大爱新闻洋情电影 好 还是二位阿玛鼓鼓掌 最后带您到意大利欣赏这个太空展览 让人有机会来了解太空探索历史 也感恩您收看这一节大爱五件新闻 祝您平安盛心 我们再会